各位推友们,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最近的话已经好长一段时间 也没有怎么去制作视频了 然后因为我自己在做一些项目 本来准备就是要在近期 就是慢慢要推出我自己早期 本来计划的就是要把英语的 教大家闲语的那个项目 给它变成可行性,变成可执行性 所以也一直都没有上线 但是现在网上的话也有很多朋友 就一直在问我就是个人安全的问题 是否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个人是没有啥问题的 是很安全的 然后我现在的话 因为最近的话这种 那个武汉的肺炎 现在正在全国大爆发 而不是说只在武汉市内大爆发 然后现在问题已经已经严重到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 那每天都有中国大量的因为肺炎感染而死亡 而这个东西从一个多月前就早就已经发现了这个武汉疫情 但是政府的话完全就是忽视了这个 完全就没有把这个东西就当成很认真的事情来对待 然后就眼看着这个疫情不停地扩散扩散 然后到最终现在完全失控的状态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 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全国国内的大陆的这个同胞的生命安全 甚至是已经威号到了全世界的人民生命安全 因为人都在全世界流动嘛 那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据可靠的消息 就是目前的那个武汉到目前为止 就是武汉的那个疫情 目前的话是没有特效药 也就是无药可治 就是一旦你真正得了肺炎 而你的身体抵抗力 无法去抵抗得了这肺炎的话 你只有一条路就是直接死亡 那所以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严重 那我我现在的话实在实在就是我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不发生了 因为我我想一些就是尽可能的及时给大家汇报一些相关的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给大家必须要让大家清楚的知道 你如何去获取这个资讯 然后做好及时的防备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我已经看过了 测试测试过好多东西 就是我最近就是人在海外 但是信息没有封锁 但是当我账号一旦退出来一段时间 因为我最近在做项目 就是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字幕快说就是talknow.cc 就是英语项目的一个部分 现在目前已经正在使用的 已经在上线运作的一个项目 就是说当我退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假设去搜索引擎去搜索内容的时候 我发现里面的内容充斥的都是 中共的洗脑的那些传媒 都摆在很前面的第一页 包括其他的推特等等之类的 就是前一段时间6月4号之前 大量的账号被封锁 我自己的账号也是一样 有几千个人粉丝的大账号 现在已经关掉了 就永远都拿不回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在推特里面 现在发消息也知道我的人也没几个 所以消息也基本上处在于发布出去的状态 那我现在觉得这个事还非常的紧急 而且是事关国人的生命安全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相信就是有必要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赶快站出来 把一些必备的 就是国人必备的 如何让自己能够更加安全的 度过这个难关的这个事情的话 尽快的把这个信息 及时的传递给大家 来我现在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你要 你如果想真正的获取资讯的时候 记住 你不要在国内里面的 那个洗脑里面的 那个中国所谓的新闻 中国没有新闻 中国现在是没有新闻 正常能说话的人 都已经被抓了 都已经关在牢里面 都已经被逃亡了 都已经被消失了 都已经被监视了 所以国内没有新闻 所以大家第一步一定要翻墙 没有翻墙的话 你到死的那天 你到死的那天 得了肺炎 倒在地上 无药可治的那天 你还处在洗脑状态之中 所以第一件事情 马上翻墙 翻墙的话 现在目前的话 我早期有路过 叫做那个 你可以搜索一下 我的名字 就陈军卫 或者说你直接搜索一下 但是陈军卫英语的第十一集到第十二集 叫做翻墙终极教程 我之所以一再的重复强调推广我的 我的早期录制的那一期翻墙终极教程 它不是某项技术 它是一种策略 大家可能会现在目前了解的 有什么VPN什么SIS等等 各种各样的新技术 有的网速更快 有的更慢等等等等 这并不重要 有的时候你快一点也可能可以访问 但是VPN的话 虽然没有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否跟新技术 是否有很大差距 但是我早期在国内的时候 1080p的视频从来不间断看 而且是很稳定的 还有一个就是 你如果你要是去翻墙的时候 假设你是新技术速度哪怕很快 但是很多人发现一个新的 新的可以提供给你免费的 这个资讯的这个新技术的给你 比如说VPN或者SIS 我也不知道那个新名称叫啥 如果你用了那个技术 哪怕速度很快 但是它随时有可能就没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不稳定 一定要记住 最稳定的就是跟共产党搏斗了几十年的那种翻墙软件 像那个那个帅风哈 那个那个什么自由门是吧 还有叫无界哈 这这这三款是经典的一直长期跟共产党搏斗了几十年的vp 一定要先关注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是技术 最重要的是策略 因为共产党我在视频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它不是说因为有那么多的vpn你有名的 它不可能说同时都攻击你 它只是攻击让你一个时间段 然后就是集中的去攻击某一个服务器 让它体验很差 让你网速非常的卡 这个时候你要的是在 在一个用采用那个vpn局勤的方式来翻墙 就是如果这个时间段共产党正在攻击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我能瞬间的切换到另外一个服务器 那如果它在攻击这个时候 我又能够很可以挑选另外一个服务器 而整个过程的话基本上是不断机 很简单就点一下就就就就换掉了 你要采用那个代理集群的方式来对抗 这个共产党的防火墙 我再重申一遍 这是策略 这不是某一项技术 而且我这种策略的话 新技术也照样可以使用 你把最新的技术的提供给你的vpn 如果很稳定 你也可以添加到里面去跟技术无关 不管是vpn还是新技术 什么srs或者什么新技术 通通都有效 所以记住你就搜索一下 在youtube搜索一下 翻墙终极教程 当然可以加上陈军卫 收成军卫三个字 也可以在第十一集 第十二节目讲 还有第一个 还有一点要补充一下 就是在第十一集里面呢 除了翻墙 除了说这种翻墙策略 还有一个 你的电脑往往都已经被改了 就是你那个端口 直接就被关掉了 如果你电脑里面有装360 或者国内的 这所谓的杀毒软件的 通通卸载 什么什么 什么管家上 通通卸载 你必须电脑不能装任何这个东西 跟这个国内所谓的安全 安全卫视 或者这个杀毒软件有关的东西 记住 通通都要卸载 要卸载 卸载完以后还不够 你还要修复 记住 我已经在我的第十集 你收到那个第十一集的话 底下它其中有五个内容 会它一旦关上 你装上了360 它主动就把你五个端口直接封掉 所以你就是上网也没用 你还是翻不了墙 你要把那个五个端口 到时候我会在视频里面给你补上去 要把那个开通掉 记住 要被它被它那个 它一装完瞬间就马上 它自动就把你关掉 你要把那个几个开端口给它打开了以后 它才能恢复正常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除了 现在大家除了看我翻墙 终极教程的内容 另外一个记住 我在我的视频 YouTube下面的 还有 还有 我有介绍 有介绍你按顺序 按我说的那几个方法 就是逐步打开它 把它修改回去 把它恢复回去 你才能正式的翻墙 这是一个翻墙的问题 第二件事情 你就是翻墙了以后 海外还是大外线的信息 还是占据了 都是在手头版头条的位置上 所以第一个的话 你要不管是YouTube 还是推特 还是那个新闻的那个那个局核 就像那个Google的局核等等 都是现在都已经就着中文的话 都已经被那个大外线的 那个或者国内的那个 那个什么新华社 咱们日报等等 这些这些海外的 这些中文媒体啊 他们采用技术的手段 或者说也许是因为谷歌也是企业 也许有一些利益方面的问题 都已经被占领在手前面 最前面去了 所以你又一样 很难获得真正准确的消息 记住多关注一些国际的那个知名的媒体 像BBC啊 ABC啊什么华盛顿 邮报等等 关注这些大报的消息 另外一个的话 记住赶快去注册一个 那个谷歌的账号 Google的账号以后 然后就登录 登录一些那个 登录那个网站以后 然后去关注一些 目前在中国比较成型比较好的 我在视频的结尾的时候 我会付给大家 大家一个足够足够去添加 他把这些 那个推特呀 或者那个YouTube 那些比较知名的 比较有诚信的这个博主 或者说有影响力的 或真正的为中国 推动民主事业 这个做出一些 比较积极贡献的 这推动的这些这些人 然后我会把它 在我的视频最后的时候 会列给大家 大家足够去添加 记住不要刚刚刚刚好不容易翻出来 又掉进了新的那个那个死坑里面去 因为他大外线花了太多的钱了 整天在研究怎么怎么想办法 把他们自己大外线 第一个请一些能能收回到的 然后点击点击点赞评论 然后这样采用各种技术 给它应推上去 这些这些消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在大家的最后的时候 记住不要看到最后的时候 那段我会把它附加在里面 比如说像全民共政的一些重要的组织成员 就像那个李一平 吴建民 是吧 那个王子英 是吧 那个 那个 原乡居士 是吧 等等 朱万利 还有小明之星 然后什么 圣血 是吧 那个向灵 还有很多很多 那个江峰 江峰时刻 这些这些主要的 包括那个狗哥看中国 好像还有什么老黑公民 那个文睿 文睿是吧 文睿看世界 反正等等一些真正的为中国发声的这个自媒体 大家多关注一点 我在记住到视频的结尾的时候 我会把这些 这些这些目前的话 就是我我观察了多年的话 就是比较比较 就是比较可靠的这些媒体 包括这个什么 蝴蝶台 是吧 那 等等这些频道 给他关注 关注赏 然后 你就能够及时的获得准确的资讯 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推特上 记住推特一定要注册 推特上也要关注他们的账号 同时你看他们关注谁 比如说你要是 你自己来判断 如果感觉比较可靠的那个人 然后你看他们都在关注些什么人 你同时也关注他 你也跟着关注他 然后你就很容易获得 每天都可以大量的准确的消息 中国现在每时每刻正在发生些什么 你随时随着可以 都可以获得准确的信息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一定要及时的通知你的家人朋友 要让他们早做准备 不要到公众场所里面去 如果有口罩的话 看看能不能防护得了这种 尽量能够比较有效的口罩 如果能用上及时的做好这个防护 然后尽量大家春节不要出去逛门 逛青期 这些东西不重要 记住 一定要也是为自己负责 也是为别人负责 因为疫情的话 那个隐藏的时间 有十多天以后 往往才会有症状 才有感觉 而且期间是不发热的 所以非常之可怕 不要等快不行了 已经没药可治的时候 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知道吗 所以尽量不要去串门 春节也不要去串门了 今年的话 就大家在手里 就呆在家里 尽量扫出去 另外一个要及时的 能够跟你的亲朋好友 能联络得到的人 及时的联络上他们 让他们做好防备 然后现在武汉的话 这个封城的话 这个政府他妈的神经病 分了城以后 物资也没有及时供应上 那个医疗也没有供应上 然后的话 现在医院也人满完坏 根本就已经完全失控了状态 基本上是处在于自身自灭 大家及时自救 或者说及时 大家看看能不能 如果有经济条件 或者有各种条件 看看能不能把物资呢 给帮助帮助那个武汉里面 看看有没有 不要不要再交给什么慈善机构 自己想办法去采购 采购啊或者怎么样 能不能运到运到武汉 能不能能不能有有渠道的话 能够其实赶快救助 救助一下那个武汉里面 现在目前被封城了 或者湖北省 现在持续黄冈啊 好几个市 校港周边好像都已经慢慢要封城 全部要可能湖北省 问题的封也没用 因为现在不是在湖北省 有那个武汉肺炎了 现在已经传递到全国了 现在已经你再怎么封都没有用 现在是已经是完全失控了 不是说湖北省失控 是全国都失控了 就是这种做法根本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但是你直接封在里面 又不给他治疗 又没有药物 又没有给他生活物资 那他妈的其实 这不是正在进行种族灭捷吗 这个时候大家看看 一定要第一个做好防备 第二个看看能够帮助困在武汉 困在武汉里面的 困在湖北省里面的一些朋友啊 或者说一些能够进行人道救助的 其实看看能有办法的给你救助的 其实救助当然消息也要传递出去 我的视频如果大家觉得不错 记住也要帮忙一起传播一下 分发给身边朋友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东西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最后大家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或者点击订阅一下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我会在后续的话 我会持续的更新 跟进这个目前中国这个疫情这个状况 然后如果有什么最新的状况的话 我会及时做那个汇报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能够有所把握啊 那这期的节目先到这 然后大家随后接下来的这个 我会把这个就是比较 目前比较不错的这个自媒体 我推荐给大家 大家一路上订阅下去 按顺序订阅 或者说你自己感觉不对劲 你再取消掉就好了 现在目前到这 这期的视频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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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